两条折线图黄金交叉 这是1992年台股经历31年再度超过港股 28号加权指数收在17341点 港股恒生指数17334点 29号收盘台股港股差距再扩大 台股小涨29点到17370点 港股则是重挫失守万七 不管在资金面或在基本面上来讲 台湾一直保持一个稳定的一个水准 努力的扶持我们就帮助我们的一些国内的这些制造业 我们的经济确实在发展上是相当的不错 市政上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1990年1月台股爬到一万两千多点的巅峰 但随即泡沫化八个月内风跌到2485点 之后展开漫长复苏之路 但反观香港 我都抹着了 打着了 打着了 1992年港剧大时代拍摄香港 为炒股疯狂的故事 2018年恒生指数最高爬到三万三千点 但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 中共掐死了香港民主 社会不安加上疫情冲击 港股表现持续不佳 台股却是在疫情和俄乌战争的不利因素中 挺过危机 经济稳定成长 外资不断流入 中美贸易战造成很多的外资 这个心生恐惧就开始这个大举策出 除了政治之外呢 他们还有这个对于中国大陆经济景气的这个看法比较保守 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就在脸书发文 台股港股指数再度交叉意义不凡 2016年民进党执政以来 台湾的加权指数翻倍 这是台湾整个产业经济体质的脱胎换股 他更直言台湾跟香港最大的差别就是主权 这次台湾大选更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过去都说你们最会拼经济 但是现在这个巴掌就打在你们脸上 但是他们做不到 蔡英文做到了 美中贸易战成为台股跟港股交叉的关键 台股涨势凶猛也比邻居韩国股市表现更佳 甚至2022年GDP数字也超过韩国 黄金交叉背后数字会说话 三雄王爷